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fx是等於x3之方 他要你算1到3之間的平均變化 那根據定義 這就是等於f3-f1 1到3 這3-1 然後你就把3帶進來 這3帶進來,是3的3之方 減1帶進來,1三之方 這是3-1 這是等於2分之多少 27-1是26 所以是等於13 這個是第一小題 第二小題他要求2那一點 他的順值變化率 所以根據定義 Limit 德太克斯趨近 德太克斯 2分之這個多少呢 f2加德太克斯 整掉f2 這Limit 德太克斯趨近 我把這個東西帶2加德太克斯 2加德太克斯 2加德太克斯 的3之方 然後減掉多少呢 減掉2的3之方 那這個東西 我就可以 這個東西可以把它展開 我用a3之方 減掉b3之方這個公式 那就是a-b a平方加ab 加上b平方 用這個公式 所以展開的話 這邊更是 a-b就是德太克斯 那乘以多少 乘以這個a平方 就這個平方 2加德太克斯平方 那加多少 加ab 就2乘以這個 2 2加德太克斯 那再加多少 b平方就是2的平方 那這德太克斯可以約掉 約掉以後 你德太克斯就給它代理 這代理的話 這2的平方 加 這代理嘛 2乘以2的平方 加2的平方 所以是3乘以2的平方 3、4、12 所以第二小題 是等於12 一手 又多 喔 5 5 6 好